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这世道一艰难,你就发现人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, 而且极其的想要学习和跟进。 这不,在都市立人、乡村贵妇等等一系列让人艳羡的生活之后, 江浙户独生女,有横空出世,成为了这个时代新的人设样板。 而但凡配有这个身份的,就直接能让人联想到家里有车有房, 父母还不求养家,动不动就下馆的吃西餐还小资的纸醉金迷。 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政策的亏,最辛苦的事儿莫过于学习。 没去远的地方独自生活过,平平顺顺,呵,就这一形容, 很多人宁可重新投胎来讨这一份安定。 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的人生一直在大风大浪,苦求一生也不过怨得二字,名为顺遂。 而要说,对于江浙户独生女最大的挑战,莫过于结婚。 毕竟起点比较高,嫁不好就容易造成降级,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父母也算是操碎了些。 毕竟从小就什么都给了,衣食无忧,有时候也逃不过那爱情的恶作剧。 但话又说回来,这个标签听上去挺梦幻,但实际上去江浙户看看, 过得不错的人家有,但大部分还是贫苦老百姓。 年薪不高,父母普通企业职工,住着当年单位分的老工房。 简简单单找了个人,过个日子,两个人要养四个老。 就这还别说生下一代,一旦有了质子,你几代人的努力都能给你败没了。 对江浙户独生女幸福生活的期待,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乌托邦式的陷阱。 不过呢,这也能反映出啊,现在年轻人确实也越来越能认清生活的本质。 过去做个梦,男的期待自己能白手起家,一夜抱负, 女的呢,总能觉得自己能找个有钱有权的老公。 现在倒好,都知道只要投胎不好,一切美梦成泡友, 恭喜中国成功回旋到封建时期,血缘定终身了。 哎,你还别说这个评价片面,毕竟中国现在每天发生的事儿, 也确实跟文明没什么关系,倒是充满了野蛮的劲头。 这不,因为全国失业人数的不断上升,前段时间什么一个星期只要工作一小时就算上班的遮羞布, 也盖不住政府溜光的身资了。 统计局索性破罐破摔表示,从8月份起, 全国青年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。 也就是以后你再想知道中国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,哎,只能考猜了。 与其发展自己,不如诋毁别人,估计以后胡同大妈问家门口的事儿她不知道。 但是境外势力片区里学生的就业率倒是门清,这不丹麦的失业人数就被人民网爆出来了, 也不知道主编到底是哪儿的人民。 只要定语多,一定能得出你想要的结果,就这都拯救不了中国的失业率。 前两天还信心满满的说,中国8月份之后失业率肯定下降,这倒好,直接下落不明了。 要不说新闻还得看核定板呢,才能看出这个世界的荒谬。 这不,在拒绝发布失业率上赫然写着,大部分毕业生已经落实去向。 以及国家统计局表示,中国不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,统计学在中国存不存在咱不好说, 但是平行宇宙一定是有的,不然咱两个人间呢。 说这世上的骗子有两种,一种呢,会不断精进自己的骗术,达到炉火纯青。 还有一种呢,则是苟急跳墙,拿着大棒子威胁别人,让你不信不行。 而中国,自然没有脑子做到瞒天过海,只能是跳墙了。 于是乎,国家安全部锣鼓喧天的喊着,要进行全方位的反间谍活动, 争取把这些发现问题,还阴阳怪气的都打包带走。 你说搞这么麻烦干什么呢?按照5%的比例,在党员的队伍里抓究,中签的全带去审问。 这样干啊漏网的可能有,但冤假错案的可能性肯定为零。 不然你说这帮人为什么要把钱啊,家属子女的都放在海外,自己留在国内干政治工作呢? 这不正是印证了老毛说的稳定后方,前方才能有效颤抖吗? 而且你说啊,国安这消息发的也是巧妙,让大家在互联网上积极举报。 这跨省上方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行,粤籍举报替国家分忧倒是门性。 而更缺德的是,这内讧的事儿你霍冷大人也就算了,甚至还把这宣传的手伸到了学校里。 社交媒体上大量以抓间谍为题材的动画片正大行其道, 而各中小学啊,以反间谍为题材的讲座、班会也开的不亦乐乎。 其内容不说令人发指,也可以配得上丧心病狂了。 让学生们没事儿多监视家人、老师的行为,并且积极劝说他们坦白从宽,争取宽大处理。 还留下了八字真言,间谍不会休息,周末不要放松,你看多缺德啊。 而货货丸小的还不算,老的人家也没放过,这不几年前那案子被翻出来, 说云南有一个退休老干部,因为对党中央不满,所以不仅长期在网上发表反动言论, 还私自集结境外的骨干人员想要意图率领赶死队冲进中南海。 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,如果谁但凡以老干部自居, 试图对国家不利的,也要及时举报,防患于未然。 你说一个国家的领袖如此惧怕自己的人民,说出去多闹笑话啊。 而抓间谍,抓来抓去,最后什么效果都没有,也不过是让百姓互相猜忌。 不过,这种嘴里没实话的情况,对于中国人来说见怪不怪,就是可怜了其他国家的民众。 这不,这几天有个什么网红叫杰克,说自己的母亲得了白血病, 骗了台湾爱心人士超过五百万捐款。 谁料自己拿去花了,而老母呢早就归膝。 被人戳穿后,这哥们儿是玩命删视频,想要抹去证据。 你说这钱花了是小事儿,这一片真心可算是为了狗,这才是最要命的。 而这种把戏在大陆现在都行不通,因为好人没好报才是最普遍的中国规律。 所以这回桌州水灾的百姓呢,也明白从政府那拿不到知识,所向自己动手。 救灾的车从村民门口过,村民冲出来说压坏了路面,让赔两百块钱。 而这种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不帮忙,反而等着救援的巨婴行为不要太多。 所以说外国人没事不要往中国跑,而那些看上去赶天动地的事,很多时候不过是障眼法。 信了,你就中了招了。 就像现在,全国经济都插成这样了,依旧能有官宦权贵,明目张胆的挖社会主义墙角。 重庆长寿区一个刚成立三天的合作社,居然就领到了近百万的财政补助。 一般人呢就算是偷,也没有这个效率啊,中国这水啊,太深了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觉得百姓对江浙户独生女的向往说明了什么呢? 而中国拒绝公布失业人数是不是经济真绷不住了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